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到普志强的问题 并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的话说 美国表示关注 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被关押的人士 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做出了措辞严厉的回应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任何人在中国 中国人在中国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都会依法受到惩罚 我就想问美国的发言人 他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政府释放 触犯了违反了中国法律法规的中国人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停止这种 无理的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言行 华春莹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 说这番话的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沙琪 星期三发表声明说 有报道说 中国人权律师普志强和其他活动人士被拘留 在此之前 他们曾经参加和平纪念 即将来临的六四周年研讨会 对此美国国务院深感关切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这些被关押的人 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 确保他们的各项自由受到保护 曾给江青做辩护的中国著名大律师张思枝 已经同意做蒲志强的辩护律师 国际舆论和司法界都在关注中国司法部门 如何审理这个因为参加一个朋友的私人聚会 而被刑拘的案子 并期望看到张思枝律师和北京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之间的精彩庭辩 美国之音VOA卫士记者东方北京